中国车市走了30年大多头后 近两年进入修正期 在产业逆风中 难得看到汽车林组建供应商挂牌上市 进入资本市场 以商用车为主要市场的金属精密加工厂 光荣精密KY 股票代号4581 即将在3月上旬回台挂牌上市 增加50年前 在台湾重铸铁牛排盘起家的老厂 因为对材料和制成技术熟悉 在转路车用市场时 就选定门槛较高的商用车领域 也仅仅抓住了大厂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如今虽然有新冠肺炎冲击中国车市 但董事长认为 宅经济会带动全球商用车市场维持成长 挂牌第一年的营运不看淡 我们的前身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到现在从爷爷爸爸到我是第三代 我们的前身光龙股份有限公司 事实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我们刚开始是做铸铁的牛排盘起家 一直到后面 因为有机会坐入所谓的汽车领主建业 所以我们光龙股份有限公司 算是我们台湾第一家 从事所谓汽车领主建制造的公司 那后面当然又陆续引进了日本的资金 跟投资三菱商社 还有那个五十菱 之前都是我们的大股东 那我们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刚开始 我们在福州成立了光龙金蜜 福州股份有限公司 那我们是以做驾工为主 那事实上我们这次上市会的主体 光龙金蜜开卖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就是以整个专业的多材质的 金属架工制造为主 那事实上我们的 目前我们的那个包含的业务范围 那包括是商用车零主建 新能源的风力发电 那再就是建设机械跟农业机械为主 目前的主要营运范围是在大陆的福州 跟我们台湾这边的大雅 那营业额方面的话那我们大陆这边大概在我们总集团的营业额 大概70%左右 那台湾这边是30% 那现在两边的主要的生产基地 事实上我们的业务范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大陆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商用车为主 那现在主要的三大动能 就是那个EGR的飞机载巡软系统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碟式刹车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电子刹车系统 那台湾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以风力发电 监测机械跟农业机械为主 业界都知道要打入汽车供应链 需要十年磨一键 想要成为国际大厂的供应商难度更是高 观众机密KY的客户都是国际级TA1大厂 公司凭借着对材料特性的了解 能提供客户新品开发 制成流畅成本控制的建议 从而打开知名度 大厂一试就有稳定的粘着度 不易转单 为什么不切入乘用车的市场 要切入所谓的商用车的市场 那对我来说呢 因为乘用车的市场 一方面是竞争比较激烈 那另一方面 它的资本支出也比较大 而且我觉得进入的门槛来讲的话 没有那么高 那商用车领域这一块的话 那当然它是属于我们提供客人 少量多样的这些品项 那切入的门槛相对的来讲的话 比乘用车市场还要高出许多 那你必须兼具着一些公司对材质的 对材质跟所谓的制程的了解 那你才有办法去跟客人去互动 那而且你要随时去调整 你的所谓的生产流程 随时去调节你的生产 以因应客人所谓的 少量多样的这个交货情况 那这是一般所谓的这些 乘用车厂很难去做得到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最大的客人 事实上是Commings 那它是全世界前500强的企业 那最主要的营运范围是它的那个柴油发动机的部分 事实上它占那个市占率大概占七成到八成左右 那我们跟Commings一直从光荣股份有限公司 一直跟它就有业务商的往来 那一直到我们来大陆这边设厂以后 它因为信任我们的品质跟制造技术 那所以它就当然就找上我们 成为他们的供应商之一 那真正让我们打入商用车市场的事实上 就是我们接触到Commings Video 那我们从2006年跟Commings Video合作以后 那慢慢的我们在业界的知名度就打开 所以很多其他商用车的这些客人 那就主动找上我们 那因为我们跟客户之间的互动 是非常的密切跟频繁 那因为我们公司本着一直以来 我们对材料跟制造技术的了解 事实上我们已经跟客人走向 所谓的ODM的一个运作模式 那我们会帮助客人去了解 各类材质的不同 那帮客人解决掉他们很多测试方面的困扰 以便客人能够及时的推出他的新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际大厂对我们公司一直以来 非常的支持 他对我们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他等于说也打开了我们所谓的商用车的这一整个市场 那再也就是也让更多的客人认识我们 那因为我们本身的厂内的这些品质系统也好 然后这些交货系统也好 那藉由Commings Video这个团队来辅导以后 那让我们等于说更往我们的企业 等于说更level up一个层级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那他们这个事实上这个商用车这个业界 它本身的区域范围不大 它本身的范围不大 所以只要说你成功的供应 所谓的这个一街厂商以后 那事实上很多客人 他要找这些关键的领主线以后 就会就因为你的知名度的关系 就会开始找上你 河大算是我们算是股东建厂级的合作伙伴 对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当然就是所谓的电动车的部分 未来当然不排除我们也会跟着河大去切入这一块市场 看好公司长期的发展 光荣机密KY对人才的需求急切 因此在此时回台挂牌 董事长也透露正在寻找第三个生产据点 我们公司一直以来就是算是中小企业 从爷爷爸爸到我们都属于比较保守经营 可是以现代来讲的话 你过于保守的经营 第一个可能会面临人才的短缺 那因为我们公司所在的地方 上市贵公司为数不少 那很多的这些新兴学子们 一毕业他可能会选择上市公司 不会选择我们这样子类型的中小企业 那所以我想说藉由上市上柜 在资本市场上提高公司的这些元气 那希望让这些更多元的人才能够进入我们公司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随着公司的扩大事实上我们对资本支出的需求也大 那我希望说藉由在市场上的募到的这些资金 能够拓展我们公司的第三个点或第四个点 那未来会不会有扩产的计划 这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如果是以目前因应中美贸易来讲的话 我可能今年下半年 可能会往那个墨西哥那边去考察 因为美墨边境那边有一个 所谓的免税区域 那很多的车厂也已经在那边设有点了 那我希望既有这个能够更贴近我们美国的客户 那一方面美国目前政策方面它所谓的自治率的问题 那在那边市场也会解决我们未来所面临的 所谓的这些自治率的问题 那有办法直接供应给我们的客人 那争取到更多的订单 即使拥有50年的专业 面对武汉肺炎 公司营运也确实短暂受到影响 但长期公司人对商用车领域有信心 董事长也提出三个未来的成长引擎 我想武汉肺炎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那当然每一家公司都不可能豁免于外 那我们公司目前是已经做到最高规格的防范 厌工目前的那个回流 这边开始工作的大概是七成左右 已经有开始工作了 那我们目前客人的给我们的订单 就上半年来讲 事实上比我们所预期的反而比较好 那我们最大的客户康明师 他给我们的订单的预示量 事实上已经到明年的六月份左右 那所以目前武汉病毒就我们公司来讲 目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我们目前公司的 可供应给客户的这些 这些货大概可以供应到大概三月底左右 那这些原材料厂商呢 那他们要运来我们公司的这些原材料的这些货物 那可以藉由河运或海运 然后到我们的马尾港这边 然后再进来我们公司 那就整个来讲的话 因为毕竟武汉病毒它是封城 可是反而带动而来的是后续的宅经济 那大家变成说会在家里会采购 那势必刺激整个大陆运输业的发展 那运输业的蓬勃发展 事实上就对我们的商用车这一块 有非常显著的挹注 那对于公司我们中期跟长期来讲 我觉得是看好的 我不会看坏它 那未来我们的生长动能 不外乎就是三个区块 一个是EGR的废弃转循环系统 那因为那个大陆的 国家第五级排放已经升级到 国家的第六级排放 那EGR的废弃转循环系统 那未来会成为这些商用车的一个标配 那随着 随着这个政策的慢慢的展开 那对我们公司的成长动能 会是一块非常大的注意 那第二块就是所谓的碟式刹车 那碟式刹车它一般我们的商用车 它是用股市刹车 那可是碟式刹车它刹车的那个自动距离 比股市刹车还短 那目前为止欧洲事实上针对碟式刹车已经大概80%左右已经有在使用 那可是对于大陆跟美洲市场来讲的话 目前的普遍率还没有很高 那介于这些国家针对这些安全法规 那未来中国跟美国也会有大幅的成长 那电子刹车的部分目前已经广泛运用在所谓的大陆的 中国大陆这些公交车上面 那未来也会持续的成为这些标准配备 那美国市场来讲的话 那未来也会有显著的成长 光荣机密KY2019年受到中国汽车新环保政策上路 且车市动能兼换影响 去年前三季的营收获利小幅衰退 不过公司看好来自大客户的全球订单 长期仍然稳定成长 包括EGR电子刹车系统组件都在成长的轨道上 后续营运值得持续关注